财富指挥官 财富涨停板 而且现在的股市呢 是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亲爱的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今天的资金行情 还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兴奋 大涨192点 代表5月份6月份 很多人说5月份6月份 好像AI没有表现得非常好 各位注意哦 AI今天有告诉你 它在慢慢的变好 甚至部分的变好 而且我们具有相当程度的优势 这个部分我也等一下会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来做说明 你不要太妄自菲薄 但是呢没有错 亲爱的投资朋友 到了5月份6月份的时候 各位看一下 我说过这个指数会开始出现 弯弯曲曲的现象 我们就当它弯弯曲曲啦 因为股票市场里面不可能永远啊 那么2万点之后再加200点 那么2万点之后再加2000点 变成2万2000点 或2万点之后加1000点 有的时候它会采取一个所谓 上下震荡的方式呢 让个别的股票啊 先行来做表现 我相信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股票市场本来就是会有震荡 本来就是会有所谓的修正波啊 所以这个行情里面 现在进入本年度 甚至呢 未来更强多头的一个修正波 但是这个修正波当中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还是会告诉各位 外行的 你也许看热闹 哇 今天涨了多少点 没关系 OK 你可以这样子看 因为有资金的行情 所以呢 也我也鼓励你 要保持希望 只是我要跟各位讲 如果你是内行的朋友呢 各位来看到 注意哦 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 跟各位讲 台湾股市电子股 占的全值非常的重 甚至有了说 台湾股市 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叫做载积指数啊 所以台积电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已经非常类似 台湾指数了 但是各位注意 如果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 当然台积电 或者电子股市会最强的 那么基本上 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 是会最强的 因为他们两个连接度最高 但是一旦整理的时候 我会告诉各位 资金如同流水 我们跟各位讲说 在我的立场上面 你当然可以说 我们继续看好电子股 这个我不反对 因为资金行情的底下 但是要看的是 比较好的电子股 要换一下股票 要换一下股票 可能对你来讲 帮助会比较大一些些哦 千万不要换错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讲说 哎呦天啊 这个我都不要讲几次了 你怎么还会中奖呢 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但是各位看到了 股票市场里面盘整的时候 其实我最喜欢盘整的股 因为为什么 因为永远只有涨一档股票 就像你只能赚一栋房子的钱啊 你只能买一台车的钱啊 没有就内部车赚完 你就没有第二台了 可是当它一旦会有轮动的时候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你没有发觉啊 现在呢你身边的金融股啊 你身边的金融股啊 涨幅比台积电比电子股还大耶 甚至呢你说金融股涨上来 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营建股还真的从头到尾涨不停啊 而且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停下来啊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 经济本来就是一提的 甚至呢我们一直跟各位提到一件事情啊 请你记得啊 这个叫细光子啊 只是说他现在被关厕所啊 细光子叫做什么营建股啊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从4月29号到现在为止所讲的 其实从4月11号到现在为止所讲的 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啊 所以能够让节目完全一致啊 真的是叫做用心做节目希望你看见 能够让节目做完全一致的情况之下 注意哦 我都是延续一段时间呢 如果老师我这段时间看你的节目 我就想想 我就去买个营建股好不好 会不会赢 我觉得赢面是蛮大的呢 各位啊 我就看这两只就够了 赢面是蛮大的啊 你不要刚好这天买到这天你也没输钱呢 各位啊 有没有发觉一个情况 所以我都会把最强的股票拿来跟各位说 甚至呢 如果你在我节目当中盯住我的趋势的话 我告诉各位 我做股票 尤其是在我节目上跟各位讲 只做第一手赚钱一定有 我说过我们知道的资讯啊 一定要在这个所谓最前端最核心的地方 千万不要等股东问金主知道的时候 说不定他会卖给你 再等到外资跟投信法人 很多朋友都等到最后才知道了 这里可能是多少 这里可能是100块啊 到这边的时候可能是200 200的时候最后就被跟后面是什么韭菜了 所以我说过股票市场里面要想办法能够知道第一手的情况 我今天来还是要跟各位讲真正的第一手 我今天来还是跟各位讲说 营建股现在目前为止不但指数最高啊 而且高档的股票不回头啊 第一档的股票一档接一档的往前拖啊 各位看到没有 注意哦 我当然不会找二五开头的营建股了 但是各位 这是不是台积电概念股 当然是啊 各位看永信建设 各位看龙大营造这些个股呢 基本上他们老板都只有讲第一句话 或是看到高雄地区的房地产广告第一句话 台积电二奈米进驻啊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高雄相关性质的概念股呢 哇像这个在六千平 这六千平在哪里 在局限跟黄线 一看就知道是所谓捷运地区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我们一开盘就涨停了 甚至我们今天还要跟各位介绍 注意哦 你看现在这个股票才刚头肩底 头肩底代表是怎样 第一手切进去啊 你在这边切它会等很久 你看等一年半 但是从这边切往往一下子就飙出去了 从这边切往往一下子就飙出去了 所以营建股还没完呢 甚至传闻台积电要进驻这个地区啊 进驻这个地区的时候你知道吗 有钱的营建工资跟有钱的工资 都已经先卡位了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 这些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 都是连在一起的 你说老师那营建股已经涨这么多了 你讲营建股讲了那么久 到底这营建股还会不会再涨啊 我说还会 你要有信心 你说老师为什么 因为营建股后面还有资产股嘛 营建股是已经盖好的房子了 各位盖好的房子涨上去之后 土地才会跟着涨嘛 所以我就跟你讲 我送你一档股票都无所谓啊 我说各位看到没有全台湾最大最有土地的这种汽车概念股 这叫汽车土地王啊 他光是这个新店的育龙城啊 基本上就有11万平啊 到现在为止开发不到1万5千平啊 他后面还有700亿到800亿的一个收入耶 那他还没涨你担心什么 还有什么荣云啊 还有什么远房你还记不记得啊 他还没涨你担心什么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你一定要知道说 出发地点在哪里 好 终点站或终继站 好我们就约定好嘛 如果他呢 飙飙飙飙飙飙飙了三四只停满的时候 那是不是这个时候 我们就真的该完全下车了 我一定会跟你约定好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 来到指挥官家族 所有东西都是有计划的 国舰在上涨的时候 赶快赶快冲 赶快冲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29块不用担心 甚至37块都还不用担心啊 我就直接告诉你啊 看到没有啊 37块还是不用担心的 远雄呢 不用担心 各位看到没有 72块不用担心 各位看到没有 到88块还不用担心的啦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光这两档股票 现在89块啊 光这两档股票 各位知道吗 国舰啊 一年大概700亿 这700亿当然是国泰建设 他比较有钱 他去慢慢融通这些好的土地的 但是各位啊 那么这700亿已经是 全台湾营建公司里面 每一年啊 可以说是排名第二第三的 第一名的是无二的远雄啊 因为远雄大部分是 一案仰案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我盖了第一案之后 我第一案盖了 盖得差不多了 再把钱拿去银行贷款 然后准备盖第二案 第二案之后再银行贷款 换第三案 大概类似是这样讲法了 当然是有个两三案对应对两三案 他是一案仰案的啊 所以来讲的话 全国推的最多的是远雄耶 他平均一年大概1200亿到1000亿以上耶 你知道吗那这两个地方 国建远雄 可以说是最领导性质的股票了 全台湾到处都有他们的土地跟房地产 请问他们在涨 会不会涨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 现在的营建股真的是一档接着一档往上走 一档接着一档往上走啊 我都会帮你挑啊 甚至呢我们认为这几档股票涨上来 都还算小case因为还有更多啊 有的我真的讲不完耶 你有没有想过这次来讲的话 尤其是啊 那么以高雄地区为什么今天跟各位讲高雄啊 以高雄地区来讲的话 这四年涨了43%上来耶 43%因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的关系啊 因为台积电的关系啊 你说这个永信建设 我都不好意思说永信建设以前啊 名字都还 那名字都快还记不太起来在这里啊 看到没有5508以前多久没去看他了 今年一口C EPS可以做到12块钱 永信建设老板就跟你讲是因为台积电进租啊 是因为台积电来了 所以我本来有六十几亿的房子突然间 加一加变一百多亿啊 你说这不是后面都是利润啊 我也没多一个房 多一块砖块 我也没多一块磁砖啊 把门口换票那一点卖贵一点而已啊 各位看5519的 龙大也是这样的情况啊 甚至有人去讲忠实话的 不是忠实话我跟你讲 高雄还有很多很值钱的地方 很值钱的地方 你看到没有 这都是局限黄线啊 所以我今天特别这档股票还继续保留下来 我希望所有朋友能够跟上我们的脚步啊 而且呢 我们认为这次为什么台湾的 台积电的股票台积电的人领了薪水 他会不会去买房子 会嘛 很多人都说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到处在找房地产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台积电可能下一个要进住的地方 结果呢 结果就已经开始有人先行买进去了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到底台积电有什么优势 哇我这里几天啊 特别是啊 看了这个所谓魏哲家的技术论坛的时候 我等一下第二阶段会跟各位讲 这个优势真的太大了 那么至少里面来讲的话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情 现在大家呢 反正只要细光子涨在都讲细光子啊 那细光子为什么涨在也通通不知道啊 今年第一个跟各位介绍3363上全的就是我了 我当时是用这张图表跟各位介绍的 记不记得啊 我说这个叫做Cowars Cowars里面这里开始 要开始进入先做光电模组 这里做光引擎 这里面来讲的话 这里面有许多的这种所谓的 什么光纤的本身的线路啊 如果这些光纤线路断掉的话 只有一家公司目前为止有在做光纤融间融接的情况 就是光纤断掉它可以把你融接啊 难怪台积电会看上它 那么你说老师他现在还没有赚钱 对啊台积电你还没有正式开始推光纤啊 他只是不断不断在测试啊 哎呀我这个两奈米的 我这个三奈米的 如果光纤断了 你可不可以接得上去啊 你不接上去的话 这个晶片七八十万耶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啊 这些东西来讲的话也无怪乎啊 这些所谓矽光纸 尤其是这次来讲的话 注意哦台积电这次又把矽光纸的时程 往前推啊 又把矽光纸的时程往前推 一开始大家还看不出来啊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我说各位啊重点就在这个地方了 那么一开始的大家说矽光纸要到什么地方 到2027年才会出现 在这前面讲 但是没有注意到说原来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通用光纸引擎啊 通用光纸引擎在哪 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你看到的 Core Wars 那么将来这个通用光纸引擎呢 哎就像说现在呢 哎灰达也觉得说 他的晶片真的有点贵啊 哈 所以呢他并没有用铜线也没有啊 他还是用铜线 他没有用矽光纸 但是 有人要用矽光纸啊 台积电说没关系 我跟你说一个什么 可插拔式的连接器啊 换句话说我插上去他就被矽光纸 我拔下来他就是变一般的铜线 哎 这个在2025年也就是现在开始呢 就已经可以开始慢慢生产了 所以台积电还是非常聪明 把这个矽光纸往前推啊 而且呢 我说过 接下来的AI真的是有一点困难 如果说今天不往矽光纸走的话 那真的往前再走就卡在那个地方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这么贵的一个晶片 怎么放到我们的手机里面 一个晶片便宜的要二三十万啊 那你放到手机里面 手机卖二三十万还得了 放到电脑二三十万谁会买 所以这个还是目前最大的问题之一哦 但是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啊 台积电这个东西呢 尤其是台积电 几乎这些东西都是台积电 独家才能够制造的情况之下 结果反而是什么最贵啊 反而是营建股最贵啊 台积电做到哪里要涨到哪里 这样你知不知道啊 所以第二阶段会跟你讲这个啊 你要学科学 我一定跟你讲科学 但是科学现在呢 目前为止有一定的压力 各位看到没有 跟苹果好一点的在上面 跟苹果中一点的在下 跟苹果比较不好的在下面 所以现在因为苹果也还没拿出一个具体的 一个所谓的未来的情况 所以电子股呢 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你可以排第二 压一点就好 不要全压 你可以慢慢布局 但是基本上来说的话 因为你要等苹果说出来 你才知道答案 现在还是营建股最好 所以我希望所有朋友各位注意哦 那么不管是 这个就接在那个 接在高雄上面 因为台南麻豆那个地方 已经在进入开发了 这个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是属于高雄概念股 高雄概念股啊 台积电2nm进铸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因为现在呢 目前为止地产股还是真的是非常的火烫 能够先赚这个钱 咱们再来准备下一步的AI 这是更好的方法 欢迎你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等你电话 用心做节目嘛 就能够用心带会员 而且希望你能够看见哦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又要回到台积电的北美技术论坛跟各位来做报告 我相信真正用心去看的人没有那么多啦 但是呢 我一定要画龙点睛啊 把我对于听到之后 一折以喜啊 一折以忧啊 跟各位讲 注意哦 我曾经跟各位讲过我的忧虑哦 我说各位看到没有 现在目前你所看到这个所谓B200的晶片 甚至未来的H200的晶片啊 那这里是所谓的GPU啊 这两个就是B100B100 那先不管它B100200或者放着变B300好了 总之呢 现在整个晶片上面来讲的话 几乎是单独台积电能够生产 那么英代尔呢 好像做不出来 那等一下我会讲说 为什么它做不出来的原因啊 那我们一直在期待说 如果说台积电 你自己做出来之后 比方说联电它也能够生产 比方三星也能生产 英代尔也能生产 因为金元代工现在是这个样子啊 只是台积电你做比较好的嘛 啊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些 比较不好的需求 我就随便找几家公司去跟他买 这样子的话 未来这个技术才能够普及 才能够落实到普罗大众嘛 但是问题来了 各位看到没有 在台积电啊 北美的法说会里面 这些都是英文可能看不太懂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北美的技术论坛 这里有个2027啊 那这里有2026 2023 2023各位看到了 Covos已经做出来了 那么Covos到2026年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做到 所谓更细里面 甚至呢 包含所谓的 加上所谓HBM 就是今天的低润涨上来了 所以2023这个部分来讲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2026来讲的话呢 其实已经开始再次 慢慢的往上提升 那么整个速度 还要再提升三倍半 那么一直到2027年啊 各位才可以看得到说 相关的其他的技术呢 才能够进得来 甚至我就必须要这么说了 我们知道说 英大尔到处在讲说啊 他未来的晶圆呢 里面呢 他不需要装这些所谓的 铜啊 本身的一个连接器 也不需要装这些 所谓矽光子的连接器啊 他直接用玻璃基板的技术 采取所谓bump 点对点的方式 来做这个方面的一个传输啊 你听我讲就好了 你大概知道是这个情况 各位知道吗 台积电直接讲 你这个技术 就算我台积电也是会做啦 但是要做的话 要等2027年 天啊 各位知道他在宣判什么事情吗 各位知道台湾股市 应该是否说台积电跟台湾人 这两个东西几乎是结合在一起的 你有没有想过啊 同样的应该有去买了一个 艾斯莫尔的这个所谓的光线 艾斯莫尔的这个纸光机台 而我们台湾台积电也去买一个纸光机台 两个一样贵 假设是这样好了 这纸光机台不可能永远不会坏耶 有的时候坏掉的时候 你立刻要下去维修耶 你后面要有一大堆的这个所谓供应链 一大堆会修的厂商 立刻要能够补上来 你这里面假如哪一个制程出了问题的时候 实验上出了问题的时候 你工程师不管半夜两点三点 你都要赶快把这个东西都完成 不然的话这个晶片就废掉了 各位知道吗 如果以这个所谓废掉的晶片来讲的话 你看 假设每天只要下午五点 你就给他打卡下班 那晶片坏了就扔掉 假设跳电起来晶片坏了就扔掉 假设地震起来晶片坏了就扔掉 各位知道吗 那要增加多少成本 人家说平均每一个机台 台积电比别人多生产的是 一个月下来都是生产了两三千万 本身的一个更加的一个利润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为什么英带尔做不出来 答案并不是英带尔没有技术 答案也并不是英带尔没有机台 当然三星本身来讲的话 技术也没有台积电那么好 英带尔有技术为什么做不出来 甚至连电去跑去跟英带尔说 我跟你要技术为什么也做不出来 因为可以发现一件事 台积电的工程师 那个叫做24小时代班 台积电的供应链的工程师 也就是各位所看到什么 加登 红康这些 不好意思 你都来修理 所以为什么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会发觉一个很重要的状况说 你美国讲AI讲那么多 讲那么多话 现在只有我们能够生产 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有麻烦了 这时候为什么说AI需要一段时间 他不是说东西不行 他也不是说我们未来不能走到AI的世界 他需要一个事情来演化 什么事情演化呢 还是回到这里 你只有台积电能做 你知道那个晶片有多贵 最烂的二三十万 好一点的七八十 两百万一片叫B200 你有办法把B200装在你的车 装在你的手机里面吗 一只手机两百多万不可能吗 最烂的二三十万吗 台积电也要跟NVIDIA收钱吗 所以现在最麻烦的是 看不到这个便宜的东西 可以放到笔电 放到手机 放到电冰箱 放到电视 没有办法落实啊 这当然需要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不断不断会产生演化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价格降下来呢 就是要到处都有台积电可以做的地方嘛 就是要台积电做多一点嘛 因为现在目前只有台积电能做嘛 说句比较光荣一点的事情啊 台积电去到美国也做不出来啊 为什么只有台湾人愿意日以继夜 上班打卡制下班责任制啊 当然台积电的薪水也比较高啦 但是所以说各位可以发觉一件事情啊 你要把这些事情深度去分析的时候 用心去做节目 你会发现说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尤其是今天苹果一宣布 有没有宣布说我要做什么 做三奈米有没有 有没有说当时传说两奈米 一点五奈米都没有啊 他也是做三奈米 做三奈米的话 对不起我不需要你的细制裁 我是不是以前就这样告诉你了 我从这块板子做出来 到现在我就这样跟你说了 我不需要你的细制裁了 因为我的细制裁到三奈米之后 我就要进入所谓covers进入封装了 所以我可能会带动封装设备 我可能带动CPU 我可能带动CPU看到没有 我可能带动封装设备 但是对不起我不会再带动你细制裁 细制裁是去年的事情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股票市场里面 久了就一定要换 就像什么监鱼一样 久了你就要把它翻过来 不然的话你从头到尾都只监鱼面 那会臭灰搭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以前可能会认为伪创非常好 我甚至4月8号还在做伪创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到了3月18号的时候 我听到说黄兰勋你怎么不讲你的晶片跑去讲机器人 我完全知道说该换的时候就要换了 尤其是电子股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进入一个整理的状态 你那时候开始做台积电到现在为止都是762块到760块了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所罗门会让你多少 从41块半一直涨到100 42块半涨到100 42块三毛钱 各位看到没有 1609的大雅 它会让你从多少 从40块钱涨到多少 涨到68块钱 甚至8033的雷虎 各位看到没有 会让你从51块半涨到多少 涨到前面的84块钱 这些都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里面 寻找最有机会的时刻 当这个所谓的B200晶片出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一件事 台积电现在量产的速度还真的不够快 所以后面大家也都急得要死 说不定鸿海先拿到了 所以鸿海今天先创新高 对不对 鸿海今天先创新高 当然鸿海今天会创新高 还加上了因为它本来还有两个业务 一个叫什么电动车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手机 电动车跟手机基本上来讲的话 以前一直把鸿海往下拖 还好昨天 苹果做了一点振奋人心的动作 还好这两天 特斯拉做一点振奋人心的动作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我通常做都是做这一段 从105块到多少到160块 后面这里你当然可以做 140到166 但是如果你做到的是广达 哎呀 利润可能就没那么好 你做到的是伪创 那就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不管你是做5522的远雄 2501的国舰 好不好 5531的相邻 2537的连上发 你都有利润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就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 台积电现在你要给他 不是你的命令而已 我认为 这是美国给台湾的命令 甚至如果Covos只有台湾会做的话 老共千万不要打台湾的主意 知道吗 Covos假如只有台湾做得出来 因为还要量 因为重点是还要量产 你知道没有 如果不是量产的话 你说你做得出来 当然了 各位看到没有 同样的别人也做得出来 各位这些都头肩底 那么台积电带动了整个一个房地产的上涨 台积电当中房地产上 可不可以涨 这叫做台积电概念股啊 对吧 做人要活泼一点 要能够知道说 原来台积电啊 哇不但可以带动Covos 直接带动你们家的房地产 跟着我们一起用心做节目 掌握台积电未来的所谓房地产 掌停 掌停 等您 本公司所推荐 翻新制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助付投资风险